禁止废话 孙悟空为什么从来不挑着担子吗 因为在原著中 孙悟空的身高不满40 根本挑不起担子 孙悟空不满40的身高到底是多高 在明代 一直是34厘米左右 换算下来孙悟空只有一米36 今年五一放几天假 放五天 从4月29到5月3号 一共五天 为什么说大学生不刻苦学习 涉嫌违法 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法中第53条规定 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刻苦学习 受万众瞩目的富士山终于憋不住 开始正式冒起了轻印 那么富士山冒烟之后多久能喷发 一般来说 火山从冒烟到喷发 会在几天到几个月之内 最慢不超过一年 如果富士山爆发了 日本会因此沉默吗 中国又会受到什么影响 富士山爆发的威力相当于 一千颗小人海原子弹爆炸 导致超过五千万人无家可归 但是不至于沉默 如果在夏季爆发 伴随着日本夏季季风 可能会有少量火山会吹向我国 日本天皇为什么都长得又矮又丑 一代更比一代残 因为他们喜欢近亲结婚 导致生下的小孩经常出现激情额 还有低能额 如果没有慈禧 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因为如果没有慈禧的婚庸无道 我们早就是发达国家了 也不会受到那么多的战争 古代没有汉街技术 那沐船为啥不会漏水 因为我国古代的船 不是汉街的而是拼街的 就像鲁班索一样 为什么海盗总是独眼龙 学体怪 他们宁愿被炮轰死 也不愿让医生救他 因为在大航海时期 海盗船上没有专业的医生 所有都是理发时间值的